好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让我们有这片刻的时间来亲近祢 并且透过分享 来明白祢的心意 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是给我们安静的心 让我们在领受祢的话语 没有任何的阻碍 我们感谢赞美神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 我们要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 圣经的导论 对不对 我们说新约分作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 新约 福音书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历史书 第三个部分叫做书信 书信又分作三个部分 好 第一个部分就是 保罗的书信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在进入加拉太书 其实之前 牧师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书信 那下一次 我们会讲加拉太书 不会 下一次我们还要再看加拉太书的导论 这个导论都很重要 因为它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读 所以我们慢慢的来学 那牧师在讲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 听不懂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太简单 那真的很好 那你就 再蹭一下 听下去 继续听下去 看牧师有没有讲错 好 那如果你觉得 有不懂的地方 请马上举手 来问 好 这样我们就会 觉得很好 首先我们来看 在新约圣经当中 在福音书之后 之后是使徒行传 对不对 就开始有 这十三封信 十三封信 它都是用书信的 体材 格式来写的 之后 之后其实所有的都是书信 但是 在书信的这个类别当中的前半段 就是从罗马书 一直到 非利门书 这一共有十三本 这十三本书 被称作 保罗书信 被称作保罗书信 因为他都是挂 一个人 叫做保罗 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他的故事 这个 一个名叫保罗的宣教师 他所写的书信 都是挂他的名字 所以你看 这几本书的前面 都是说 我是保罗 我写信给 譬如说 我是保罗 我写信给 在罗马的教会 我是保罗 我写信给在 格林多的教会 所以 这个都是有一个 名叫做 都是挂这个保罗的名字 所写的 好 那这十三本书的排列顺序 是 先写给教会的 先写给教会的 从罗马书一直到铁撒罗尼加 这个前面这个罗马 格林多 铁撒罗尼加 菲利比 格罗西 这个都是地区的名字 也就是说保罗写给这个 罗马城 这个地区的教会 保罗写给 格林多 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 这给教会的 那这给教会的 有罗马书 格林多 前后书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不是一个城市 加拉太不是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区域 以弗所书 以弗所 菲利比 哥罗西 铁撒罗尼加 前后书 这都是写给教会的 然后他安排的顺序 是从 篇幅最多 安排到篇幅最少 接着 第二个部分是写给个人 提摩泰 提多 菲利门 这个都是 人的名字 他写信给这些人 也是从篇幅的最长的 排到篇幅最后 最短的 这个是 保罗的书信 那我们提到了 这罗马书 就是保罗写给 哪个城市的教会的 罗马教会 格林多也是一样 但是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以佛所 那这本书 他其实写 我是使徒保罗 我是保罗写给 在以佛所的教会 可是我们在看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刚才 可能不是 以佛所 为什么 因为保罗跟以佛所 很熟 很熟 可是这本书 他写给的对象 好像跟保罗不是很熟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可能 牧师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有可能 当时写的 保罗写了一封信 给某个教会 比如说 保罗写信给 双连教会 当然 他就写了 这封信 就写给双连教会 那后来 大道成教会 的信徒听到 保罗写了一封信 给双连教会 他觉得很好 那跟他要过去 或是派一个人来抄 抄一抄 他当然不会说 保罗写给双连教会 他就给他改成大道成教会 所以大道成教会 那有同样的一封信 所以 有可能是保罗写给 一个地区的信 那这封信是写给 这个地区的所有的教会 他们可以轮流看 或是请人家来抄 抄完之后拿回去 那以弗所教会 他们也抄了 这一本书 感觉上不是给他们的 事实上是通用的 因为他在讲 有关于教会的事物 所以 后来他就 大家其他的书信不见了 就留下这个 以弗所 这本书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以弗所 他可能不是单单 写给以弗所 可能是写给众教会的 但是这本书 就是保留在 以弗所 好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他有各自的主题 我们待会会稍微来看一下 好 那写给个人的 就是个人 其中这本书是很特别的 就是他写给一个主人 因为他的奴隶 逃跑了 逃跑了之后 你知道当时的奴隶 是很可怜的 奴隶不是人 是主人的财物 效地主人的宅善 所以主人没叫这奴隶死 这个奴隶就是要死 好 那可是这个逃跑的奴隶可能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逃跑了 可是他后来跟保罗一起同工 保罗觉得他很好 服侍主也非常静心 那他愿意回到他的主人 菲利门那里去 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信 跟菲利门说 这个努力很好 你不要 不要对他不好 这样一封信 好 所以这十三封信 是挂着保罗的名字写的 好 接下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保罗这个人 那保罗当然我们 也许我们都很熟悉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认识 所以我稍微介绍一下 那 如果你听过了 再 再复习一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保罗是哪里的 你们翻开你的 圣经里面一定有个地图 好 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对于大家很重要 这个地图对于大家很重要 那 这个地图 这个地方就是地中海 好 这地方是地中海 那这个地方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 意大利对不对 因为这双鞋子 对不对 好意大利是一双鞋子 这边就是罗马 好那这边呢 今天的 这是 这就是希腊 今天希腊这边就是爱琴海 对不对 对 然后 这边就是什么 今天的 土耳其 就是说 你要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欧洲 这个地方是什么 亚洲 那这个地方是 非洲 就是埃及的地方 所以这个图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这是新约圣经 的世界 好 如果你们有 圣经的地图的 你赶快去给它找 找到一个地方 叫做大树 它是一个省份 叫做基利家 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 有个地方叫做大树 大概是 牧师画的这个地方 这边叫做大树 大小的大 数学的树 不是我们 高雄县那个大树乡 不是 大小的大 数学的树 所以保罗他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知道 保罗他不是出生在 耶路撒冷 不是出生在巴勒斯坦 他是出生在 外国 所以 如果你想想看 你就可以想 一个台湾人 出生在美国 他变成什么 当然是美国人 不过他是什么 台桥 对不对 台桥 所以 保罗就是什么 油桥 犹太人的 桥民 好 他不是生活在 他不是出生在 这个 耶路撒冷 这个巴勒斯坦 这边 他是出生在国外 今天就是在 土耳其的地方 好 我们这边看到 保罗在 在菲利比书 三章五节 说 我是属 辩雅敏之派的 犹太家庭 我们这边可能 等一下我会稍微做一个解释 什么叫做辩雅敏之派 好 那现在我要做一个澄清 因为我们以前 我刚到教会的时候 我也常常听人家这样讲 我不知道你们也不是听到这样讲 就是 保罗原本叫做扫罗 那后来他信耶稣之后 就改名叫做保罗 其实这是不对的 好 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九章 你会看到 扫罗 又名保罗 所以他本来就叫保罗 他本来就叫扫罗 是因为不一样的 文字 扫罗是什么 史希伯来文 保罗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是拉丁文 有学者认为是希腊文 所以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写他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所以出现的时候他是扫罗 因为那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人都知道 可是到后来他到外邦去宣教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 希腊文的名字 或是用拉丁文的名字 所以 你知道 我叫做什么 我叫什么名字 蔡正道 蔡正道对不对 可是我又叫做刹正德对吧 所以你不能说 蔡正道该名叫刹正德不是这样 是因为不同的语言 不能说 我来到希腊文的语言 我改名叫做刹正德不是这样 本来就是我的名 所以 扫罗 色罗 保罗 这是同一个人 在不同样的 无言而已 这样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好 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 扫罗没有改名 大家不能挖不着 去打过 古佣 扫罗 要灰盖新雅塑料 变着保罗 这就越扯越大 所以 这个是扫罗 幼民保罗 大家要知道 色罗 又叫做保罗 好 我们现在要来解释 什么叫做 变雅敏之派 大家知道 以色列 谁是以色列 古佣有一个人叫 雅各 阳国 他后来 真的是改名 改名叫做 以色列 他 生了 他莫名其妙 娶了四个太太 不然今天我带四个妻子 其实我是感觉 他有人要带 所以带四个妻子 生了十丽的儿子 十丽的儿子 我们来看看 应该不能备 这十丽的儿子的名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 第一个叫做什么 流变 电话说过 流变 这不好听 现在跟着 吕变 电话说流变就是老色 所以 现在跟着吕变 第二个西缅 第三个立位 第四个犹大 第五个西部人 以撒迦 这都同一个母生 待会我告诉你是谁生 第七个叫做战 然后加德 亚瑟 拿佛他利 最后两个 约瑟 变亚名 所以一生十丽的儿子 其中 这个是大母 利亚生 这是 这个是 老母伯 那个丝帕生 这是 毕业 这是老母伯 最后这个是 他最爱的母 拉结 就是这个利亚的生命 所以 他 娶这四个母 生了十丽的儿子 生了十二个孩子 所以 变成有十二个支派 大家知道 十二个支派 但是后来 如果你看 那个十二个支派 你们找不到一个 叫做约瑟之派 对不对 为什么找不到约瑟之派 因为约瑟之派 很大 还有分作两个 伴之派 一个叫做 以法连 以法连 一个叫做 马拿西 马拿西 所以 我们看不到约瑟之派 只看到两个伴之派 叫做 以法连 跟马拿西 当他们进入 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去分土地 但是 有一个族 有一个支主 他没有分到土地 就是利位 为什么 他们是要在 圣殿里面 博世的兄弟 做这些 做祭司 所以 他们没有分到土地 那 剩下的十一个 有分到土地 结果约瑟之派 有两个 对不对 所以约瑟之派 但是 其他要把他们的收成 攻击 利位之派 利位之派 没缺费 好 我上个礼拜二在讲 在讲这个 这个支派的时候 因为我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查经班 我们上周 生命记第几章 大家买起来 大家买起来 33章 对不对 每日亮光 每日亮光 设生命记 33章的时候 我们设到 魔师 给 十二个支派 祝福 对不对 你们有任何打 没有 所以我就知道 你打的时候 你发觉说 哇 可以凶一个 凶一个 不是利位 利位有没有 很厉害 凶一个 你知道吗 不是 你相信 不是 你們去想看看 兼這個西緬 才不會去 很好西緬 摩西不會去西緬 不是啦 因為西緬的分道的土地 都跟猶大分在一起 他是猶大境內裡面 分了好幾個城西 西緬的 所以可能在 猶大的時候 算是很好西緬的意思 這是有大家一個嘗試 所以我們剛才說 保羅是哪裡支派 變雅敏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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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他最小的 其實他有出一個王 他第一個王叫什麼 摄羅王 扫羅王 所以保羅跟扫羅是同名 他也叫扫羅 所以他是變雅敏之派的 這樣我們知道 我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這是人問我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保羅生什麼 還是說雅敏 生什麼 雅敏是不是生雅 他就不是生雅 他沒有叫雅敏 所以都生雅 不是雅敏是一個名 他生什麼 雅敏是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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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跟大家讲 这以色列人的公名 通常是 他们是说 三个人的儿子 三个人的儿子 你如果看 新约圣经 里面都说 什么人的儿子 什么人的儿子叫什么 你如果还有一个 所谓你来注意 譬如说你来讨圣经的时候 你的讨论就是 巴拿巴那里巴 头前那里巴 那里巴后接着的儿子 就是 什么人的儿子 譬如说 耶稣有一次跟 西门彼得说 他叫西门什么 西门巴约纳 意思是 约纳的儿子西门 所以他们在算 他们的名字都是说 老爸 什么人是什么人的儿子 大家知道吗 这跟原住民的 有点一样 但是 你如果说 严格说他生什么 其实就是 他们是有支派 这支派的 不能说他们的生 但是我就是熟 这个我是变亚敏支派 谁的儿子扫罗 大家知道吗 他们在说名字是这样 这给大家一个尝试 所以 亚索不是信仰 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在说 圣诞节 有人说 耶诞节 这就不对了 因为亚索不是圣鸭 好 这样我们这就跳出来 我有时候说得比较逆的 要撥回来 不过这是 我们圣经的尝试 我都没去说五四三的 我说圣经的尝试 好 我们现在 我们刚才有看到保罗 他是出席的 能够学习吗 吉利家的大树城 他是属于 变亚敏支派 犹太家庭出生的 他叫做扫罗 他也叫做保罗 好 我们接受来 继续来看 好 他出席的 这些大树城 这是罗马行神 基利家的首都 所以我们理解 他出席 是一个大大小区 不是出席 是一个圣的首都 所以是一个大小区 是当时 最厚学术的重心 你可以理解 我们刚才看那个地道 大树是在什么 海比对不对 海比就是最厚 因为过去都是用船运 最厚很发达的地方 他又是 学术的重心 又是学术的中心 所以 所以 保罗是一个学术气氛 相当浓厚的城市成长 我看你的资料就是 这个大树城 一号是一个朵书馆 这个图书馆里面有20万册的藏书 这是最厚大的一个 在那个时代 像说2000年前 一个图书馆 有20万册的藏书 这表示最厚大的 所以在那个所在 在那个地方有 有很多的学者 然后特别是 他们是用那一条 西纳哲学做训练的中心 所以你看保罗的背心 他那个思考辨证 都是从希腊的哲学 训练出来的 你要理解 就是说 上帝很特别 上帝在拯选人 他会给他一些 预备给他一些操练 保罗是这样 我们看摩西好了 摩西对吧 摩西他前40年 是在哪里成长 埃及皇宫对吧 所以他在皇宫里面成长 一族人一人 对这个法老王 他们怎么想的 他都知道 对不对 埃及皇宫运作的事物 的方法 他都知道 他之后40年 他就在旷野 你认为 像虎丁娃娃 带一些人出埃金 他就是在旷野 因为我 主持人都在旅游 都吹冷气 现在去旷野 我都 你都做肥料而已 所以他在旷野40年 上帝给他装备 给他操练 所以40年在皇宫 40年在旷野 这个人 他带出去 他才能让他生活 在旷野里面 不死去 他才能去对付 埃及的法老 所以这是上帝 给摩西的准备 想看上帝也给保罗一些预备 他从小不是生长在耶路撒冷 只知道犹太人的事物 他生长在一个希腊的学术中心 所以他自然而然 他可以跟希腊人辩论 他可以跟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你如果要想 上帝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会透过你生命的经历 来使用你 比如说 有一个我高费的 我老爸就贵心了 对不对 这对我来说是 很不好的事 对不对 你不知道没老爸那多苦 但是后来我出来幕会 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庭 遇到跟我同样的事情 那我就能够更关注 这些单亲的家庭 所以我是把它看作 上帝给我的一个预备 比如说 你知道我没有孙女 我破坏过了 他得过乳癌 可是他之后 他后来成为很多 乳癌患者的祝福 所以这个都是 其实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的一个引导 所以如果你们生命当中 有什么样的特殊经历 神也会使用你 来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 来 保罗的祖先可能为了做生意 为了要做生意 所以搬去大树这个地方 取得罗马公民籍 取得罗马公民籍 这个对保罗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罗马公民 在当时有很大的好处 比如说 你没有经过审判 公开的审判 你不能来 不能来关起来 而且他有上述罗马皇帝的权利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最后 他可以上述罗马皇帝 他必须按照那个程序 来对待罗马公民 要取得罗马公民 这对当时的人是困难 大概有整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就是说 你去做兵 你很高兴 你责任很多人 你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功劳 所以政府为了要换你 就搬了一个罗马公民给你 有可能 但是保罗不太可能 因为他父亲大概不是军人 有可能是 因为他的家庭做生意好业 所以他们捐一笔钱 捐了一笔钱给当时的政府 所以政府就用罗马公民给他们的家族 所以罗马公民可以遗传 所以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了 这是给大家理解 我们看到这条桃 这条桃是现在你来去 那现在大树要再去的 这个圣没有比较掉 它在土耳其 如果去大树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古七 叫做大树的克利欧佩卓的大门 克利欧佩卓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你都知道 埃及艳后 所以这个地方跟埃及艳后有稍微观点 据说就是安东尼 埃及艳后跟古老的皇帝谈恋爱 他跟凯撒 后来又跟安东尼 安东尼就是在这边跟他见面 这个大树城 所以现在有一个遗迹 你去大树城 去到的时候 哪有哪会带你去这个地方 看这个这是什么 一个座 一个座 这个座 据说是保罗他家的井 所以如果你要 那里边的水 可以去喝水 可以去喝水 会不会像保罗那样 可以去携旁 这个还有水 还有水 这是保罗他家的据说 这是保罗引导的井 所以叫做保罗井 所以你们去大树 可以去那边旅游 好 其实你们不用去你看这个就知道吗 我也不要去过了 好,来 我们来看保罗 他一岁到十二岁 是躲在这些大树的所在 我刚才说过 第一个,他的家庭教育一定很好 还有教导他 做一个希伯来人应该知道的律法 在犹太郎,他的家庭 就是一会到六会 就要叫他倍十条改 六会到十二会,倍三会 倍五世五经 对冲小技到 新养技 要背起来 你来回去背看看 现在一张背 整个金布都背起来 但是他对他小孩就这样困难 但是困难这样又不够 训练这样还不够 所以在他十三会的时候 他的老板 对他的教育非常强势 他出人经济会应该是不够 所以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 而且跟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 叫做迦玛列 迦玛列是犹太教有一个大师 叫做西列 西列的孙子 那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 今天的作业就是 叫你们去找新约圣经里面 这个迦玛列也曾经出现过 你们去找出现在哪里 好不好 回去找迦玛列 我不告诉你们 下次再告诉你们 迦玛列 这个人出现 他是当时非常受人尊重的老师 所以理解就是 保罗他的父亲 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要 他希望他的孩子 变成一个犹太的教师 变成一个犹太的教师 犹太的教师叫做拉比 变成拉比 所以他就是上营去最好的好好 在这里我们来说一个尝试 圣经的尝试 因为你认识圣经 你都会住 我们这里看到一个 叫做犹太教大师 叫做西列 其实犹太教 你靠耶稣的时代 分作两个大的学派 叠列学派 叫做西列学派 第二个学派叫做 萨买学派 萨买学派跟西列学派 这两个学派 我什么没讲 这是萨买学派 是很严谨 比较保守的学派 西列学派 他是比较宽松 比较有弹性的学派 萨买 萨买 他是翻译的 如果有人叫做萨买 萨 麦子的麦 有没有叫做萨 不是不是 我是看的是凶萨的萨 然后萨买 买东西的买 那是萨买的那个翻译 就分作这两个学派 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 因为你认识福音书的时候 你就会去住 因为我们的萨买有一次 有一个人来问萨书 摩西说 妻子行得不合理的事 就可以把它修掉 你有什么看法 写修书的那个故事 大家记住吗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来问耶稣 因为这两个学派 对这个 律法的解释 对律法的解释 有相当大的 不一样 萨买学派 我刚才说 他比较严谨 比较保守 对吧 他认为 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情 只有一件 什么事 就是淫乱 这是外遇 有婚外情 这样 丈夫 认为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 可以写修书给他 这是什么的学派 很系列学派 这些系列学派 就不一样 她说 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 什么就不合理 只要你觉得不合理 就不合理 譬如您太太煮菜不好吃 她后面放太多 不合理 可以写修书给她 譬如您太太在楼上 我会说了什么 你觉得没面子 不合理 写修书给她 譬如说 你在楼上看到一个女孩 比你太太漂亮 你觉得做不合理 就写修书给她 这不是我亲在讲的 这是真的学者研究 如果你是男人 我问在这位男人 男士们 你们比较喜欢西里的学派 还是比较喜欢萨满学派 你们比较喜欢西里的学派 我母书女叫我爱酸萨满学派 所以让你们大家知道 当时犹太教有两个大师 一个是西里 一个是萨满 到了耶稣那个时代 保罗的年纪大概跟耶稣差不多了 加玛列就是他的孙子 西里学派的这个西里的孙子加玛列 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大师 所以我们理解就是说 保罗他爸爸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 去学习律法 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犹太的老师 那这段时间他大概 大概十三回 他在这份量差不多二十回 三十回左右 好 然后我们要理解就是说 当时你要做拉比要做老师 你要怎么想我 你要靠自己想我 所以他一定要学一门技艺 可以供应他自己的需要 所以他是做什么 做一步牌嘛 那李先生跟两个快乐 他会支帐篷 那甚至他后来碰到一对夫妻 叫做什么 亚居拉跟白吉拉 他们也是支帐篷的 所以他跟他一起同工 支帐篷一起同工 传福音也一起同工 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说 他选择自己做事情 来供应自己传福音的需要 他要让人家免费得到福音 不是说我来传福音 你来攻击我 都能传福音攻击 他认为是对 但是他希望每一个人 都可以免费得到福音 好 来 保罗自己说 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比同辈的人更认真 表示他对犹太教的律法 他是非常非常执着 非常非常认真 甚至他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严格遵守律法 在耶稣那个时代 没几个人可以被称作法利赛人 大概就六千个人 可以被称作法利赛人 他们是严格的遵守律法 所以他 而且他对自己的民族 非常地执着 他说他是西伯来人 所生的西伯来人 所以他意思 他是有强烈的民族 意识跟优越感 所以据说 我们知道保罗一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反对 耶稣所带的门徒 大家知道一个过程 他一开始是非常反对 甚至迫害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民主优越感 排斥外邦人 有一个强烈的民主 对这个律法的执着 他觉得 郡里亚稣这人 根本都没有在遵守律法 所以他看这群人 视为眼中丁 一定要来消费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打开戏扫罗出现的时候 《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尸体反 他是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 他后来被判处死刑 被众人用石头打死 被犹太教的人用石头打死 为什么 他们认为他反叛 这时候保罗在做什么 保罗在替人古衫 有一些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所以他说 拎衣裳 因为犹太人穿那个 外衣太宽松 所以他拎衣裳 有可能是他们的领袖 老大 这小弟去担就好 我在这 我可能那时候他年轻了 不过 圣经说 他是同意把尸体反处死刑 所以他逃去是迫害教会 在这 这说少年人 那时候是 他年轻差不多二十四到四十岁 二十四到二十四十岁 我们看保罗在写非力门书的时候 他说 然而像我 这有年纪的保罗 有年纪超过五十六岁的人 所以我们推算 透过将来推算 保罗大概是 主前十一年到主前一年之间出生 所以他大概跟亚收差不多一年之间出生 年纪不差很多 好 好 我们来看看保罗长什么样子 好 这气貌不仰言语粗俗 是他自己去说的 他说我气貌不仰言语粗俗 这是他自己去说的 但是他到底谁知道如何 我们今天就没胸皮 我们就没有他的相片 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比如说我们在看亚收 亚收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看亚收尾头都尾到帅哥 对不对 亚收真的小感情 人在画亚收那些圆导的不太 对不对 但是亚收谁知道如何 那不是这样 那不是怎样 那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 这搞不好出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书 我们看了一段 那些圆导都没有说亚收谁知道如何 他说约瑟也说他长得像俊美 摩西也说他长得很可爱 长得俊美 对不对 亚收也没有说他谁知道什么 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书 有一段记载 有些人对亚收说 说你还没有超过五十岁 所以你怎么会说这个话 他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还没有超过五十岁 你知道耶稣那时候 三十岁而已 三十岁 他说你还没有超过五十岁 这样就怎么看得很糟 这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说 照理说亚收应该 他这样传统员 四个摆练 应该很年轻 所以 我们不知道亚收谁知道如何 但是 大家有帅哥 我不知道 不过保罗 在初代教会有一些文字 我记载保罗谁做三款 我们来看他谁做三款好吗 根据公元二世纪一份文献 保罗与特格拉行传 他说保罗个子相当矮 这有可怜有可怜 有什么 因为有一边他跟巴拿巴去 一个车传福音的群 这个车的人 没有看到这两个人 但是他们听过希腊神话里面 有一对 都会做出现的 一个是 比较高大 一个比较矮小 他尊重把他误认为 希腊神话的神明 那在巴拿巴那个人 应该是长得气宇玄狼 他家庭还好 所以长相高 保罗可能 就叶叶了 然后禿头 攻心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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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黑心腿 黑心腿 眉毛相连 还有一个又大又红的阴沟鼻 哇 身体结实态度悠雅 他有时看去像人 有时不像人 有时看起来像天使 天使的不是人 所以 早期的文献给他寄这样 所以 早期的壁画来 画这样 或是画这样 有可能这样 这个又要用导担 所以大概 大概 他是谁做这种 但是 我们在看他的文字 看他下的皮 暴罗 暴罗 痊癒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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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就生不瘦 所以就要 他年轻 眼头的 你就不能 收起 保罗 所以 大家知道 保罗可能生成这样 他长相 不要紧 不要紧 我们继续来看看 保罗 他生物中间 有这件事改变它很大 这都听过这个故事 保罗怎么悔改的 我们简单再来看 来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这位来讨好 扫罗继续用凶杀的口气 恐吓主的门徒 他去见大祭司 要求发给自大马士革 各犹太会堂的文件 准许他收补 跟从主道路的人 无论男女都压解到耶路撒哪去 好 先读到这边 所以保罗这个时候 他都痛恨他的基督徒 因为他觉得亚洲所团的道律 是违背的传统的乳患 而且他又五回亚洲基督的背 亚洲买一种圣殿拆毁 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 主持人就受严格的犹太人律法的教育的人 他就觉得说 受不了受不了 所以要怎样 所以他就要迫害这群基督徒 所以他就怎样 他就去见大祭司 要求发给 自大马士革各会堂的文件 就是说他要去 不是只有耶路撒冷 在破坏基督徒 他又要去一个城市 叫大马士革的事情 圣殿中间那个河本番运作大马士革 就是大马士革的叙利亚首都 要去那儿 去基督徒 所以他就开始 来继续念 在往大马士革去的途中 快到城里的时候 突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 四面照射着他 他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就问 主啊你是谁 那声音回答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起来进城 有人会把你该做的事告诉你 所以他就去大马士革的路里 快到大马士革城的时候 突然间嘟到一个意象 一道光照着他 结果我一驾一驾 都打在地上 有的主力学老师会说 他站在买子 我设在买子 不是啦 他只打在地上 结果我多听到有声音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听着说 这有一个外在的力量 而且他觉得外在的力量 是超过人或是自然的一些力量 所以他就想说 主啊你是谁 那些详音来说 我就是被你破坏的耶稣 所以赶快起来进城去 会有人把该做的事告诉你 所以 我只要我用两个就好 结果同行的人都听到声音 但是看不到 那扫罗扫罗 地上爬起来 睁开眼睛 结果失眠 看到没有了 同行的人就带他到大马士革去 三天看不见什么 这个时候 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 他突然间 在基督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 异象中 主叫他去 说 你立刻往直阶 直阶是大马士革的一条鸡 我待会给你们看 在犹大家里面找一个大树人 名叫做扫罗 他正在祷告 你继续给他按手 让他恢复视觉 哎呀 亚拿尼亚听到这而已 说 主这样对了 这扫罗是坏人 有许多人告诉过我 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残酷地破坏你的信徒 现在他到大马士革来 带着祭司长受给他的权 要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 主就对他说 你只管去吧 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 要他在外邦人 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 宣扬我的名 我要亲自指示他 他必须为我的缘故 受种种的苦难 所以亚拿尼亚也不相信 这人会恢复 结果上帝叫他去 他就去了那家 按手在扫罗身上 扫罗就看得到东西 就立刻有 鱼鳞似的东西 从扫罗眼睛掉下来 他的视觉恢复了 他体力就恢复过来 好 这就是大马社 大马士革 这个车 大马士革也是一个大的城 这边有一个神庙 这边有一个广场 那这边有一个皇宫 这边有一个剧院 这一条 就是直阶 今天如果去叙利亚 去他们的鼓声看 这条鸡翼还在 这是1880年协复直阶 这是最近协复直阶 现在还有人 现在都有重新整修 你看这条鸡翼现在有 帮那个布培 所以这条就是一条直阶 是大马社最繁荣的 当时最繁荣的地方 所以保罗就是被带到这个直阶里面的一个犹太人的家里面 所以亚兰里亚就去这个地方 去找出保罗来带他去 那后来呢 保罗就 他后来他在大马社 后来他就到一个旷野叫做亚拉伯 我们看加拿太后来跟大家介绍 我这条鸡是说亚拉伯是今天去阿拉伯的地方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不可能走那边 可能是在这里附近有一个旷野叫做亚拉伯 我告诉他跟大家介绍 他在这个亚拉伯跟大马社中共有三当 他都没有回耶路撒门 他就这样 后来 他的理解就是 他说三当后 有人知道保罗他悔改了 但是 你看到一个人悔改 实在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在犹太教 过去是 极力迫害基督徒 现在 他现在悔改了 但是我们今天说他悔改 犹太教的人怎么看他 他反叛了 他背叛了 所以犹太人就想要破坏他 所以他在这边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所以他就 在那个人家就从这个城墙上把他掉下来 让他逃跑 把他逃跑 那这个城墙 在1890年的时候还存在 后来现在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 据说这个是 这个城墙的一部分 保罗就是从上面被掉下来 逃走的 因为从这个镇门走的话会被人家逮捕 被人家逮捕 所以 但是这个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地方 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去旅游 都会说这是什么人 去过的地方 大家都会去那里去那里去那里 变成一个有经济利益的地方 比如说你现在去耶路撒冷 那是亚索出席的地方 到底亚索怎么真的出席在那里 其实我们今天也没很确定 最好是有亚索出席在你的心里 这个比较重要 你知道这个是 你知道宗教信仰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很大的 别人说很可怕很大的 比如说那时候 美国把那个 利比亚那个狂人格达肺打死了之后 他有可能来代理一个什么地方 不可能嘛 他才会怎样 他才会变得亚索出席在亚索出席 对不对 为什么 他如果把他起来 那里的那里的那里 那里的那里的那里 那里的圣地 大家都会去那里 那里会集结一个力量 所以他都会毁尸 让他亚索出席在亚索出席 让他没有地方去纪念你 但是刚才纪念你心里面刚才好 不过你真的是要让耶稣 诞生在你心里 不要 只想跑去看耶稣诞生的地方 所以这个 现在是大马社有一个圣保罗教堂 你们如果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可能会被带到这个地方去看 保罗就是从这个城墙上被 掉下来的 好 那我刚才说过 保罗这时候 犹太教的人认为他反叛 对不对 那是基督教这边的人 他们会怕怕 既然说他悔改了 到底是真的悔改了 害怕悔改了 他是门徒 大家都怕他 只有巴拿巴来协助他 带他去见使徒 向他们解释 保罗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主 主怎样向他说话 他又告诉他们 保罗怎样勇敢的在大马四格奉主的名讲道 所以你看两面不是人 门徒 你们想说门徒最勇敢的 大家都怕他 怕说这个可能要害 可是只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 巴拿巴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伟大 如果没有巴拿巴 就没有保罗 所以巴拿巴来掛保障 带他去见使徒 向他们解释 是扫罗怎么样悔改的 所以他们才慢慢的相信他 那后来 保罗为什么会出去传福音 我们要看一段记载 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 我们来念好不好 在安提阿教会中 有几个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西面 古利奈仁路囚 跟西律王一起长大的马涅 还有扫罗 当他们在敬拜祖禁食的时候 圣灵对他们说 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呼召他们来担任的工作 于是他们禁食祷告 给他们按手 派遣他们出去 所以后来他们这些人 最主要是外邦的基督徒 他们告词的城市 叫做安提阿 安提阿 安提阿 告词安提阿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圣经 基督徒第一遍 被穿罪基督徒的地方 就是安提阿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教会 有一天 这个教会 可能这些都是教会的领袖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 是他们在开社会 他们就开始敬拜祖禁食 结果圣灵就告诉他们 说你们要派巴拿巴跟保罗 出去传福音 所以巴拿巴跟保罗 就在安提阿教会的拆派之下 把福音传出去 那赫加太有这个 有这些人支持他们去传福音 不然今天我们就不用听着福音了 因为没有人会向外邦去传福音 因为后来保罗把福音传出去之后 才一直传到欧洲 才从欧洲传到美洲 北部这边是从加拿大来的 那我们是南部的是从苏格兰传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当时这个会议 安提阿教会支持他们 我们今天世界没有人会听到福音 你看这多重要就好 那今天你们如果去安提阿 可不可以找到安提阿教会 你们那个导游会带你去土耳其 安提阿会带你去看一个 这个就是安提阿教会过去的遗址 现在他们已经没交回了 因为那边都变成回教 回教的区域 在几年前我有听到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个韩国的旅游团 他们去韩国去安提阿 在安提阿教会 所有的教会就是从这边 来对外邦宣教 而且这群韩国人 可能跟我们不太熟悉 因为他们在记得了 感到很辛苦 现在没太久了 教会不见了 这边都变成回教 伊斯兰教的地方 所以他们回去之后 有一些人感动 他们就去募款 在安提阿 要设立一个基督教会 那设立这个教会之后 要再回教的区域 传福音是很困难的 可是他们据说 他们在那边 也一直努力的在传福音 好 这是额外跟大家讲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 保罗为什么要写信 他们被拆拍出去传福音之后 为什么要写信 这个跟保罗他传福音的方式 有很大的关系 保罗他们通常是 叫做旅行传道 旅行传道 我们今天想着旅行 很轻松 对不对 出去玩 但是我们要理解 在保罗那个时代 旅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你嘴唇可能发生传难 走路很辛苦 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般人要做 除了为了做生意 为了要移民 很少会旅行 但是他为了要传福音 他就出去旅行 他的传福音的方式 就是说 他先到这个城 先到这个城市 开始 他通常都去找那个抹上帝 抹上帝就是什么 犹太人的会堂 对不对 那就是跟人家传福音 你们认识上帝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 他来 他为我们牺牲 就跟人家传福音 传完了 我们知道犹太会堂里面 除了犹太人以外 还有一群 他们是可慕真理的 一群外邦人 因为我们知道 那时候 希腊宗教是非常淫乱的 一后我会再说 加拿太书 我会说到 希腊的宗教是非常 在我们今天看来 是非常淫乱的 有些希腊人 他不喜欢他们的宗教 他们觉得 犹太教很圣洁 所以他们就来 参加犹太人的聚会 那保罗就去 对这群人宣教 后来 从人家的教堂里面 人头放了 成立另外一个 一个教会 就是基督教会 所以他就设立了 这个在当地设立一个教会 可是设立一个教会之后 他就会在那边牧养一段时间 但是有可能 引起当地的犹太人的反弹 所以就迫害他 所以保罗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 他还有计划要往下一个城市去 所以有些是因为他有计划 有些是他被赶走的 但是福音就借着他这样 到另外一个城市 又用同样的方式去设立一个教会 然后 后来又离开这个教会 到另外一个城市 又设立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那么多教会 有菲利比 有以弗所 有格林多 这些都是他 慢慢的设立的这些教会 设立之后 往往 他知道可能这间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会告诉他 这个教会发生什么问题 拜托赶快来告诉我们怎么处理 保罗又没有办法马上回去 所以他只好这样 写信 所以保罗之所以会留下那么多书信 就是因为要改革教会里面的问题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保罗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传道旅行 第一次是跟巴拿巴 他们被拆派出去 对不对 他们就从这边先坐船到塞浦路斯岛 然后再坐船到这边 然后再绕这样一圈 这是规模比较小一点 他们绕一绕到伊路沙奈 但原则上是这样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要顶上去我们摄得比较大规模 我们再去上一圈 所以又有第二次的旅行传道 这次发生了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巴拿巴跟保罗原本就要一起出去传道 结果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巴拿巴说 我要带我的侄子叫做马可 马可一起去 这时候保罗就变脸了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原本也带着马可 在马可 马可的家庭是比较富裕的 你们都听过一个名字叫做马可楼 对吧 为什么叫马可楼 就是当时在耶路沙奈 马可的家族 把他们家的一个楼房 提供出来给早期的使徒聚会 所以马可他妈妈叫做玛利亚 不是说他从母姓叫玛利亚 那是名而已 他妈妈叫玛利亚是耶路沙奈 是很有名望的 家庭经济比较好的 是当时很有名的人 所以马可其实是受比较好的教育 所以他住在前古兵 也可以这记录 因为你要知道 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其他的门徒 今天留下来文献那么少 大多数都是保罗的 为什么 因为亚索的 亚索的核生 都是一般的打鱼的 没有受很深的教育 离乎没有很多 像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们有一堂课叫做 原点示意 要从希腊文的原点做研究 我们都找什么卷 你知道吗 都找约翰的 因为约翰的理由最少 他可能没有很多理 所以都很简单 所以我们讨约翰 所以我们就知道 耶稣的其他门徒受的教育不高 所以保罗才会 才会 他有受过好的教育 所以他的希腊文比较好 那马可他家庭比较富裕 所以有受过好的教育 所以早就成功 给你帮你做一些书记 但是 他从小就家庭环境比较好 娇生惯养 第一次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这座船 还坐到一半堂的那样 现在又坐船 坐到这庞飞利亚的地方 再见啦 拜拜 我受不了了 赶快回去找妈妈 就绕跑了 所以 第二次 巴拿巴 马可可能是巴拿巴的侄子 或是表弟 就跟他说 来一个传马可来 现在他不会绕跑了 不会绕跑了 保罗说 这会绕跑的经验 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永不入用 所以 两个人说 怎样 忘记 其实巴拿巴那些人 性情应该比较好 一定有保罗跟我们秘密的 所以保罗 就跟人家翻脸了 巴拿巴带着马可 去另外一个地方传 因为他带着希拉 他从地方开始传 传 传了一圈 这是第二次 后来又有第三次的 传道 旅程 宣教旅程 一共传了三次 有的是写第四次 第四次就是他被押解到 他后来被逮捕 被判刑 被押解到罗马去 这个是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其实 有很多的讨论 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这个不需要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的 这些新约的书信 我们在研究书信上面 有一个困扰 有两个困扰 我们要理解的 因为我们今天 保罗写给教会的信 是不是写给我们的 不是嘛 他是 我们今天是在逮捕牌 你明白吗 我们小时候 我们妈妈都说 我们不能去青菜 逮捕人的牌 妈妈都会逮捕我们的牌 你在逮捕人的牌的时候 会有几个困难 什么困难 第一个就是 双方有一个共同的默契 他们因为有共同默契 所以他就不必提了 比如说 你如果一天 我会选择我们 我女儿的 在逮捕给他们 一个万万的男生有人 上面说 某时某月某地 我们找一个地方约会 我们在老地方见 一天我就落了 时间时间都知道 但是老地方 我不知道 这样要怎么 只有跟踪他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无法跟踪 因为有共同的默契 他也知道老地方在哪里 他也知道老地方在哪里 所以他就不用说 他做强测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了解 他们共同的默契 所以 研究书信有这样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就是 我们只有看到其中一封 可能加拿大地区 也有寄一封信 来告诉保罗说 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 如果两封都拿起来看 就比较容易解决 对不对 我们只看到其中的一半 你敢偷听人家说电话 你偷听人家说电话 他如果没有用阔音 他只听一半而已 听一半都没有办法 判断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研究书信的困难 但是感谢上帝 我们经过了这么几千年来的 圣经学者 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所以大体上 我们都可以突破这两个困难 好 接着我们简单来讲一下 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就结束了 来 保罗书信的格式 我的讲义里面好像就有三个 其实我这边要写五个 其实都很类似 第一个就是开场致意 开场致意 包含寄信人 收信人 跟问安三个部分 那今天跟我们写信的格式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这些灰龙虾 亲爱的某某人 对不对 我们最后才署名说 蔡政道敬上 对不对 当时不是这样 当时他们都写在某某人 寄给某某人 都写在前面 我再猜想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 都是一卷一卷书 可能一张坡 三个卷 你都不知道 他写有什么人 所以他可能写在头上 我们全头上 都知道这张坡 是要写有什么人 对不对 所以都写在前面 不过这是当时普遍的书信 不是保罗书信特有的 是当时所有的书信都是这样写的 那保罗在十三封信当中 有九封包含其他的 意思是说他们共同写给他的 比如说提摩太尔写了九次 希拉两次 索提尼一次 那就是他们共同写给他 教会的书信当中有五封给教会 有四封给圣徒 其实我们知道教会是基上 教会是基我们一群被神呼召来的人 不是这个建筑物 我们都知道 所以其实给圣徒 跟给教会都是一样 这是第一个开始 第二个 通常他会感谢上帝 以及收信人 那只有加拉太跟提多没有感谢 为什么加拉太不感谢 因为保罗开始就要他美 再来感谢 他很生气 不必写追封信 所以他一开始就开始 披头就骂了 无知的加拉太人 一开始就开始骂了 所以他就不必感谢上帝 其他的 他有比如说他写给菲利比教会 他就为菲利比教会感到 非常感谢上帝 接着是主要的信息 信息通常包括两部分 第一半写教义 一个神学的主题 像加拉太他就写拯救论 像其他的部分有写 其他的有关于教母的部分 那后半段就讨论实际的 遇到的问题 他知道今宗教会发生什么问题 他就讨论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结语 结语包含三一颂 什么叫三一颂 就是有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这叫三一颂 然后最后有祝福 祝福 祝福 有一个部分叫做送隆 什么叫送隆 我们在那个 座礼拜 有说 我们是最后的歌 对不对 但是不是所有的歌 都是最后的歌 最后的歌 最后的歌是什么 要提到圣父圣子圣灵 这才叫送隆的歌 比如说我们唱五百十三首 那是什么 那不是最后的歌 那是祝福的歌 好 送隆 那 因为提到恩典 有八本书用 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你们同在 有五本书用恩典与你们同在 也有写到圣文 就是你们要彼此亲吻 这个部分 大概有这三项祝福 最后保罗会落款 他会亲笔签名 因为你在第一个说 有很多书信 都不是保罗自己亲笔写的 但是是他这样 他请人家代笔 因为我们知道保罗 他曾经眼睛受到伤害 所以到年老的时候 看眼睛不太好 其实不用受到伤害 你年老的眼睛就本来不好了 所以他们会请一些人代替他写 写完之后 他才在看一看之后 在上面签名 所以有很多书信 比如说 罗马书就是由 额丢这个人所代写的 你要理解 保罗在写信 因为他是人家代写 所以他有时候会走来走去 有时候会想这个 有时候一封信 不是一天完成的 你理解 有时 现在说到这里 突然想到加拉太人 也是很可能 不要再来闭 所以变得很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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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去睡一天 就起来说 我又会叩柔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看这些书 就是说 你的情绪不稳定 有时候又觉得 对人很灵敏 有时候突然感觉 脾气又走开 所以你要理解 但是 我们对这个中间的人看出 保罗他真的是很有负担 就可以看到他的性格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保罗写信通常是为了解决分争 或是驳斥异端 或是阐述真理 这些人一样都会再说明 至于遇到什么异端 我之后会再说明 那早期会有犹太派的基督徒 这个异端 跟诺斯迪族裔的异端 那加拉太书 因为他的行程书比较早 大概原则上是在处理 犹太派的异端 在异端的部分 不要说 我们最后来看这一个部分 按照年代可分作四组 每一组有一个神学主题 这是大致的分类 第一个末世论就是在讲 铁杀农尼加前后书 在说末世论 人中来也变成这样 第二个救赎论 就是加拉太 哥林多前书后书 还有摩玛书 还有一个叫做监狱书信 就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 所写的 以弗所、戈尔罗西、菲利比 跟菲利门 那另外一个就是 墓会学、教墓书信 就是提摩太前后书 跟提多书 大致上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简单的说到这边 我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公尿熟秀 不会 如果有问题 马上就举手问 我也很担心公尿熟秀 你觉得没有 但是我今天 我感觉你都 精神都不错 我想说 大家要好睡 今天大家都精神都不错 真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您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透过分享 来明白圣经的道理 求主 将保罗的心智放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学习保罗的精神 为了传福音 为了得着人 便于奉献自己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主我们谢谢你 将保罗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透过他领受 今天我们可以领受到福音 我们为此献上感谢 同时也恳求主 让我们可以持续坚持下去 在每一堂的课程当中 与我们同在 保守眷顾我们的一切 也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阻碍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